老实说 安东尼乔舒亚在对阵姐妹英富兰克林的比赛中表现得并不好 尽管他的诋毁者有点苛刻 因为乔舒亚自转为职业拳手以来一直在O2竞技场上场 但是考虑到他在拳击界的地位 他的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 紧随他奥运步伐的人是乔·乔伊斯 他在2016年奥运会上获得了一枚银牌 而不是像乔舒亚那样获得金牌 现在乔伊斯成为了人们谈论乔舒亚下一个对手的三个名字之一 乔伊斯的经纪人弗兰克沃伦表示欢迎这场比赛 弗兰克沃伦在他的推广活动 女王力林拳击俱乐部的YouTube频道上表示 我认为乔·乔伊斯会击败安东尼约舒亚 我真的认为他会击败他 这位充满信心的老牌经纪人沃伦表示 乔舒亚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 而且主要是因为人们现在知道他可能输掉比赛 在弗兰克沃伦的女王力林拳击俱乐部的YouTube频道上的一次独家采访中 弗兰克沃伦说 他不再是过去的安东尼·乔舒亚 他已经输了三次 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安东尼·乔舒亚 他在那个水平上战斗过 如果他有争夺世界冠军的雄心 他将不得不全力以赴 话虽如此 沃伦并没有低估乔·乔伊斯的对手 张志磊后者将在4月15日与乔伊斯对阵 沃伦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比安东尼·乔舒亚上周末的比赛更为艰难 沃伦表示 我认为张志磊比富兰·克林更好的对手 这是我的看法 我希望乔能够挺过来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而乔愿意和任何人战斗 即驻乔是临时冠军 所以他是WBO世界拳击组织重量级挑战者的门卫